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更加的醒目 获得民众肯定 也希望提醒机车主 不要违规停放在绿脚丫上面 维护行人友善的环境 走过斑马县进入骑楼 可以看到用来保障行人通行的绿脚丫图案变大了 路过的民众相当肯定 这样很好啊 这样很好 我觉得让大家有一个观念 就是我们要注意这样子 让给行人通道 这样很好 我觉得很好 对 但以前有时候好像会被车子都停整排 对对对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比较有规矩了 很好啊 怎么说呢 这样子的话就有个间距嘛 有个区别啊 对 这个地方人家就不会停自行车子了 市政府交通处最近重新完成张贴 变成大一倍的绿脚丫 要借由醒目的图案来提醒机车族 不要占用行人通道 避免受罚 其实透过这一次我们试贴 然后包含这一次最近在加工处这边在进行的这个实体的标线的划设以来 我们也尝试着用实体的标线以及大型的这个脚丫来替代这个临时性张贴的这个小型的脚丫 那目的还是在提醒民众在使用这个旗楼空间的时候还是要做这个预留给人行一个有善有爱的一个通行空间来提供民众来做通行 那其实在以行人穿越到转角的这个周边 未来也持续会是会这个警方的一个执法的重点 那其实目前还是有零星看到有一些车辆会顶到旗楼转角或者是我们有账贴脚丫的这个区域的部分 还是在这里特别有呼吁市民朋友如果有骑车到这些处所的时候看到这个脚丫的部分 还是务必要将车辆不能停放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很明确是给行人通行行走的部分 另外由于市长谢国良也注意到有些民众需要临时从路边进入旗楼 因此市府也设法为行人流出了通道 市长在执行这个友善政策以来 那也其实也都发现我们的骑楼地到我们的人行道的部分 其实先前常常停满了机车 那造成行人从骑楼要到人行道或者是车道做一些接送 临时接送的状况在上下车搭乘的时候都不是那么的方便 所以也特别针对了我们骑楼的一个空间 然后针对这个绿脚丫的部分 也请交通处这边能够有做一些处置 那骑楼到连接这个人行道部分 也能够借由这个绿脚丫的张式张贴的部分 让车辆不要停放人行能够好走 全市目前已经划设了130多处的绿脚丫 市府交通处也再次呼吁机车组 在骑楼看到醒目的绿脚丫图案 请勿违规停放车辆 共同来确保行人和轮椅族朋友通行的安全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全国一销总队的总队长 副总队长以及总干事联系汇报 睽違多年首度在基隆举行 这也是疫情之后第一次的大规模召开 今年度112年的全国总队长以及副总队长 包括全国的总干事的联系汇报 在基隆举办 我想这是睽違十几年基隆都没办了 这是第一次在基隆举办 全国业勇消防总队跟重要干部 进行每半年一次的会晤联系汇报 主要是反映基层新生 交流救灾经验 尤其在执勤装备安全的方面 会场上贵宾云集 包括基隆市长谢国良 内政部长林又昌 基隆市消防局长向永才 以及基隆市的议员代表齐聚一堂 共同来关心这些全国的消防英雄干部 全国各县市的总队长 以及副总队长包括总干事 对于我们这些长期在地方 做一销工作的这些问题 然后借由这个机会 然后来跟我们的消防署的一些长官 来做一些回应 然后希望我们消防署这边 能够了解我们地方的益销人员 平常啊 邪情的困难度 以及辛苦度在哪里 那借由这支汇报的话 然后也可以联谊我们各县市的益销情资 大家一起来联谊 然后对益销的工作 有什么问题的话 大家互相来更新 谢谢云 云 云 市长好 今天非常开心啊 能够迎来我们所有全国最重要的打火兄弟团队们 今天齐聚基隆 国粮真的非常的开心 可以在这边见到大家 非常感谢我们基隆市 我们增济研总队长带领的益销团队 在我们的锦销同仁之外 给予我们民众生命财产的安全保障 我们近几年也大幅的感谢中央的支持 更新我们的设备 然后尽量让我们的整个消防 跟我们的政策 能够更做好我们自己该做的工作 总之大家今天来非常开心 希望大家这个多吃几口 多喝几杯 那有机会就多来基隆走走看看 也欢迎我们林部长回娘家 来看看我们基隆的消防团队 内政部长林又昌也特别颁奖 慰绕辛苦的单位 包括基隆市消防局 跟益销禁忌的优胜队伍 慰绕益销人员的辛劳付出 所以来自全国各县市的益销的 打火兄弟大家齐聚一堂 我们日前在南投 有举办了这个竞赛的一个活动 然后大家表现都非常好 所以等一下要进行颁奖 那我们是基隆是一个港口的一个城市 这个我们客人来到基隆 当然我们一定要全力以礼相待 也让所有来自各县市的益销的伙伴们 来体验了解我们基隆的风情 在各县市消防人力普遍不足的情况下 益勇消防人员协助救灾工作 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值得各界一起来重视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推动成为友爱城市 市政府协助在地社福团体 争取民间资源益助 一共有十个社福团体 通过台新银行公益慈善基金会出审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社会处长杨玉鑫 特别用快闪的方式 邀请市民上网投票 用行动支持社福团体 获得更多资源益助 在慈善基金会吉祥物 机器人陪同下 副市长邱佩玲 社会处长杨玉鑫 和现场100位志工 从国门广场呼喊口号 邀请民众一起做公益 现在十个团体 然后你就干这个投票 还会确认 然后再继续往下 知道基隆很多社福团体在参加 所以我们想说就试试看 可不可以帮助到大家 民众拿出手机 为基隆十个在地社福团体 投下一票 这场快闪吹票活动 引起了民众热烈响应 首先要谢谢台新公益银行慈善基金会 他今天愿意协助我们 让我们所有社福团体 架在他们的平台上面 让很多人看见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 政府做一个大平台 来用企业的力量 帮助我们所有社福团体 科技化 数位化 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会走出去 不是只有跟政府要经费和预算 社会处这几年一直很希望配合市长的政策 帮我们打造成亚洲最有爱的城市 但大家都知道基隆的资源很有限 所以一定要借助台新真的很感激 用公益平台的方式 让我们所有的团体能见度更高 希望大家别忘记了 基隆共好需要你的一票 政府协助在地社福团体 争取民间的资源寄注 今年有十个社福团体 通过台新银行 公益慈善基金会 以得一票 决定爱的力量出审 副市长邱佩玲 以具体行动 邀请民众一起响应 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十张票 那你可以为你所喜欢的团体 来投下你神圣的一票 让这一票投下来 可以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所以也邀请每一个人自己投票 也把你喜欢的团体 分享给你的朋友们 让他们一起来投票 台新银行公益慈善基金会 这一次第一次来到基隆 主要的原因是 我们这个快展活动 就是为了让社福团体 能够走出它的舒适间 来跟民众接触 所以我们的快展活动 第一次来 是因为基隆的社会处 非常的积极推动 所有社福团体来进行 一个吃力吃强的活动 让这个政府的赋能 跟民间的鼓励 能够结合在一起 所以非常感谢 我们的副市长 还有社会处都来到这里 为所有的社福团体一起打气 第十四届台新银行 公益慈善基金会 你的一票决定爱的力量 从即日起到十一月底 开放线上投票 每个人总共有十票 邀请大家用行动支持 帮助社福团体充高票数 获得民间的资源 记者黄少铭金融报道 由教育部主办 并且由部署五个科学馆 所承办的台湾科学节 迈入第四年 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特别规划一系列 民众可以参加的科学节活动 内容丰富有趣 即日起到十一月十二号 为期九天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迈入第四年的台湾科学节 在海科馆热闹展开 开幕典礼现场贵宾云集 以预见科学 预见永续新生活为主题 规划为期九天的科普盛会 在科学节期间的两个周末假日 海洋剧场前广场 是由主题市集 及许多闯关体验摊位 做的是跳跳章鱼 然后它是利用偏心的原理 所以它在下面有一个就是圆盘 那如果小朋友他们回去做实验的时候 还可以就是抽换它的 在上面加不同的 那它是不规则的形状 那它的就是抖动就会更明显 让章鱼动起来的原理是离心力 而这浮沉子可以亲手感受压力 了解阿基米的原理 与帕斯卡原理 当你压它的时候它就会动了 这是浮沉子 那因为透过压力 让这个东西 它里面的密度也会改变 然后它就会沉下去 还有结合AI科技的体验 让大小朋友亲手玩科学 还可以挤满20个张 就可以兑换限量好理 可以跟手眼协调 然后还可以用科技 就是知道自己的能力 即日起到11月12号 欢迎大家来海科馆参与科学盛会 一起遇见科学 一起遇见永续新生活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 国科会办理的台湾科普环岛列车 从10月30号展开科学环岛之旅 连续5天历经全台17个县市 终点站抵达基隆火车站 让基隆国小学子 有机会体验各项科学游戏 从生活中爱上科学 暖江国小的小朋友 热情的表演踢踏舞 画面上是国科会2023年 台湾科普环岛列车 在5天的科学环岛之旅 抵达终点站基隆 举办闭幕典礼 八节车厢聚焦八大科技主题 让基隆的国小学子 有机会透过活动 来体验科学的奥妙 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以前都没有在火车上 玩过桌游 我刚刚玩了一个叫六军旗的游戏 就是两个人PK 用一个九公格 一个人有三颗旗子 你可以向前移动 你向前移动 如果把对方的旗 全部都堵光别人没办法移动之后 你就可以获胜 我一直觉得科学普及这件事情 对每一个人来说都很重要 我们一直想让学生知道 科学就在生活当中 所以透过这样的列车体验 让学生可以知道 原来我们不经意的事情 它都是点点滴滴的科学累积 双手这样握走一上一下 然后快速的让它去转动 配合科普列车来到基隆 海科馆跟相关单位 也在火车站南站广场摆设摊位 让现场的大朋友小朋友 透过玩游戏来认识海洋科技 跟海洋生态 那它列车里面的每一站 都有很多科普的议题放在里面 然后就让我们孩子会上车去玩 然后下车就像基隆这样这一站 也有很多的站可以玩 那当然海科馆有这么多站 你也如果冰狗都有很多礼品可以换 所以这是一个 我觉得这个台湾环岛科普列车 这样一个大计划是非常有意义的 2023台湾科普环岛列车 圆满路路 耶 台湾科普环岛列车闭幕活动贵宾云集 市长谢国良也亲自参加 肯定这个科普环岛列车 相当具有教育意义 其实我一直都有想用这样子的路线 在短时间内带我的孩子看一下整个台湾 不过比较少有火车是可以这样子直接来做 没想到科普列车把它做到了 所以看到这个科普列车能够在基隆完成这个闭幕式 我们就非常的感动 我觉得教育还是让我们下一代更好 更幸福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教育的过程 让我们一起努力创造更多的科普列车 基隆是我的故乡 我是在基隆八渡出生的 因此对基隆有一个特殊的感情 今天代表国科会参加闭幕典礼 特别要借这个机会来跟各位说谢谢 第一个谢谢是要谢谢基隆市政府 以及相关县市的市政府 一路上给我们行政上的资源 以及协调国小来参与我们的科普列车 第二个我们要特别谢谢的是 相关的大学以及相关的教授 积极的投入设计科普实验 来让我们那么多的小学生 有那么多丰富的科学实验可以来玩 2023台湾科普环岛列车 环岛之旅圆满落幕 也带领全台1.5万名国小师生 开心玩科学 启发孩子对于科学的好奇心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赖清德 郑文亭联合竞选总部成立 赖清德 苏贞昌 游锡坤 林佑昌 陈时中 卓荣泰 蔡世英 洪梓伟 勇敢前行 信赖郑文亭 11月11日我们不见不散 10月2号起 65岁以上可以接种流感 肺炎练球菌以及COVID-19三种疫苗 请记得携带 健保卡 身份证 COVID-19疫苗接种卡 肺炎练球菌接种证明 到时候医生将会评估可以接种的疫苗及种类 如果无法在第一次完成所有的疫苗接种 也会协助预约下一次接种的时间 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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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去送货 是不是去银行交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 你是说 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喔 你教的爱诚实纳税啊 用这个啦 收到缴款书后 下载行动支付 和电子支付APP 掃描QRQ 就能马上缴纳 还有信用卡 ATM 转账等多元缴纳管道 都可以算得喔 很方便耶 多元缴纳不卡关 一路身上安心GO 赖清德 郑文庭联合竞选总部成立 赖清德 苏贞昌 游锡坤 林佑昌 陈时中 卓荣泰 蔡世英 洪梓伟 勇敢前行 信赖郑文庭 11月11日我们不见不散 此云寺药师佛店历经两年策划开光启用 药师佛大殿内设有神佛尊相 必赌 木科解王的灰红庄严 不少信徒专程请来点药师佛灯 祈求身体健康 消灾严寿 欢迎民众来自一次药师佛店参拜感受法喜 基隆市区污水下水道施工开始咯 下水道工程施工会在道路进行开挖时 设浇管及围社围离 工期陆续将暗月分区分段施工 部分车道会缩减 部分停车格会取消 请市民多注意 为了卫生和健康 请大家体谅多包含哦 年度规模最盛大的台北国际旅展 在南港展览馆举行 因为旅游产品聚集 吸引许多民众来朝圣 人气沸腾 基隆市政府在旅展打造基隆馆 吸手在地的业者大力宣传 基隆特色的美食伴手礼 以及秘境景点 邀请全台各地民众来基隆吃喝晚乐 画面上是台北国际旅展的现场 许多对旅游有兴趣的民众 不断的来到现场 基隆市政府这次特别规划了一个基隆馆 官销处吸手基隆在地的美食伴手礼 及文创商品等业者一起来参与 吸引各地的游客不断的来询问购买 锁馆酱 那老板娘很热心都有试吃 那我们吃了觉得其实产品很实在很好吃 也没有人工调味 那老板还特别介绍这个手工煎饼 还有蛋卷 我都觉得比那个老街的还好吃 像这边的话就写柠檬酱 觉得还蛮好 蛮好吃的 那可以加气泡水 对 然后还有基隆三宝 他们介绍的觉得应该不错 这个网样咸柠檬呢 它是我们基隆在地的水果店 也是我们这个严选 就是水果都会严选 那它这次严选是小龙柠檬 跟海盐去制成的 对那这个的话呢 是我们的这个国胜行的香肠 它是用飞鱼卵 也是我们的基隆好物 就是有得奖的 那再来呢 就是我们的甜不辣饼干 甜不辣呢 就是我们基隆呢 就是特色嘛 所以我们把它做成这个 甜不辣的形状 对那这三样东西 也是我们今天现场的 卖得非常好的 也可以到维托航故事馆购买 对 锁管小卷 然后还有什么中卷啊 透抽啊 到底有什么分别 他们会询问 当那询问的时候 我就会跟他们解说 解说了之后又试吃 欸 觉得它不错 很鲜嫩很鲜甜 而且很Q弹 所以说它没时间没炒之后 它回去它就购买力蛮高的 那另外还有一款就是我们刚 呃 去年才开发出来的产品 这叫做千层豆腐盐的手作煎饼 那这个煎饼呢 就是仿我们北海岸的豆腐盐 去开发出来的 把那个海藻 直接石纯 只要包在那个夹层当中 然后采低醣低幼的方式 一片一片的酥脆可口 我们就带来我们巴豆族的特产 其实最多询问就是 我们巴豆族的特产小卷 跟飞衣卵 因为是比较在地性的吧 所以客人只要看到这种工序的话 比较特殊啦 像我们小卷的话就去盐除被 那飞衣卵的话就是 经过很特殊的那个 帆续的工序以后 才做成一瓶酱料 所以像这两种产品的话 在我们展场 还是在我们一般的那个卖场 生意都不错 寻温度都很高 旅游过程中交通工具更是不可或缺 因此基隆馆这次也有机车租赁平台参与宣传 那我们目前从基隆开始的时候 我们现在全台已经有72家的一个门市 跟合作店家这样子 对不对 那我们也透过数位化的方式 来让来基隆旅游的客人 他今天可以提前预约 确保说来到基隆一定有车 那透过我们的机车的服务 他可以选择比较短期的使用 也可以选择用长期的 市政府官销处代理处长郭宪平 也来到现场为参展业者加油打气 欢迎游客到基隆来玩 基隆馆的现场也规划热闹的 游奖侦达活动 跟现场民众来互动 冰海七斤有送给你 好不好 记得要来基隆找我玩 好不好 第二条你想去哪里玩 基隆深夜有 好 最后一条大哥想去哪里玩 纯白结构有 纯白结构有 纯白结构有去当王妹 好不好 这条真的很适合当后面 是新的景点 新的景点 游奖侦达带出这次基隆的主题 遇见海港巷弄秘境 共规划了三条体验游程 包括基隆深夜游 滨海奇迹游 纯白卸购游 串联其美食班手里 跟景点秘境的故事 让外地游客能深度探索基隆 体验基隆的好山好水好空气 绝对可以让游客收获满满 来过还想再来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台北报道 大五轮沙滩以及潮进公园海域 在暑假期间都发生不幸的溺水事件 基隆市议员质询师建议市政府 在这两个海域务必规划好 适合潜水游泳的地点和设施 市长谢国良则表示 除了对超过安全界限范围的 潜水客收取海洋清洁环保费用 大五轮沙滩以及潮进公园海域 在暑假期间都发生不幸的溺水事件 市议员联恩典質询师建议市政府 在这两个海域务必规划好 适合潜水游泳的地点和设施 那我们在下去这段时间 就算60分钟平均来讲 天气变化的状况都很快 不是因为下雨或什么 就是那个浪的关系 你在一个小时里面有可能 那个浪就变成大 大了之后你知道在上岸的时候 你要从原地方下 要从原地方上的时候 那个如果是浪突然天气变化的时候 上来的视线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在这里要说 我们既然在这里也弄了一个环境保护区 也把这一个我们潜水的区域 也做了一些区隔 那但是请这里坦白住 在这里要特别对这些潜水下水点 要做好一个类似码头那种地方 几个我们可以很明确的 告诉他们我们下水点 要在这个地方是安全的 那在这个地方之前呢 可能你们要看海底的这个 一个地形 那个浪如果打来的话 是不是需要前面要加小波块 让那个浪不是直接上来的 市长谢国良大巡师则表示 除了对超过安全界限范围的 所以我们如果对于在我们一些安全的界限 有超过范围的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处长还请你务必的要落实执法 保护这些 细水者跟永克的安全 要不然等他的这个 如果发生意外问题了 那我们对他又感到万分的抱歉 本府也要负上责任 我们应该彼此遵守法律 大家共同尊重这个 遵守安全的规范 对大五轮沙滩这个部分 我们未来就是要走民营化 因为你看那个沙 其实我个人认为那个沙 感觉也不是说很干净 然后没有安全的管理 会令人担心 没有商业的模式 对外来 其实不瞒你说 我想提倡一个概念 那个潮境那么漂亮 海下那么丰富 那来潜水的 享受了这么多的 美好的大自然 本地的潜水客 是不用付费的 但是我想跟各位议员报告 我们基本上有在 请阐发出研议 外地来的潜水客 外地来的观光客 来我们潜水 其实我觉得是要付一些 使用者付费的概念 并且收取一些 海洋环保清洁的费用 所以过去 我们就是来这边 潜水的潜水客 也许不用任何的负担 没有任何的费用 但是我们现在 尤其产发出在研议 对于基隆市民 当然使用海滩 使用这个潮境 这个潜水 是绝对免费没有问题 但如果外来的游客 我们又要维持安全 又维持它的环境 要把设施弄好 我觉得考虑 考虑一定程度的 使用者付费 我觉得还是相当有必要的 那到人沙滩 未来我们也会走向 希望 我们今年有编列了 三千万的 一个改造的预算 我们也希望做完以后 可以找到好的厂商 来协助经营 变成一个成功的案例 外来者来观光的 来游泳的 来玩的 甚至来消费的 希望他付一点费用 让我们共同维护 那个环境的清洁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道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五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八分满 滤网定期 两周清 冷气设定二六至二八度 晚转时间 进化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 节电不停歇 节电 从我改变 星期一 多多运动走楼梯 星期二 随手关灯要贯彻 星期三 衣物日晒自然杆 星期四 定期保养勤擦拭 星期五 冰箱秒数认真数 星期六 节电擦坐要使用 星期日 节电天天是好日 就是它 把它处理掉 电肺杀手帮我处理啊 小case 首先 我发现点冷气 开的太冷了 肛脏的绿管 比较固定清醒 电池 阴晓 洗衣机等等 电池用品没在用 而下插头 随手关电灯 这些小动作 也得省下不少电费 老这电炮 换你LED 省电 省钱 又明亮 哎呦 真厉害啊 究竟在哪里呢 基隆味节目 将用镜头带领观众 实地走访 体验基隆的味 这些小动作 对 感谢观看